男人只需要一个眼神 就可以把人烧成灰烬 是帝国出了名的杀戮战士 可在一次剿灭叛徒的行动中 竟然陷后了残缺动物 因为巴顿大公制造了一场叛乱 皇帝大发雷霆 他派基隆前去除掉巴顿大公一家 尸首堆满了整座大公子 基隆冷漠地迈着步子走向巴顿大公 男人不可置信地看着一切 偏偏他的儿子先一步倒在了地上 他发出一声惨叫 为什么 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 要让上帝对我们家族如此残忍 基隆的表情没有一丝变我 男人急了 什么叛乱 你知道的这件事情和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们是被陷害的 而且这么多年来我对陛下的忠心 你也是看在眼里的 你说的这些我都不太清楚 我只知道陛下让我来除掉巴顿大公 所以现在你可以停止反抗 男人不为所动 越发激动地咒骂起基隆 你就是皇帝的走狗 身为你以前的师父我为你感到可悲 我诅咒你会为你的杀戮诉出待见 你会下地狱的 男人实在是过早 基隆烦躁地拿起尘 我都说了让你不要反抗 至少那样可以有尊严的下地狱 基隆看着男人身后的房间 一时来了兴趣 里面放满了男人收集各种兽皮衣包 他不由得觉得可笑 说我下地狱可自己做的那些事 没有一件可以让人原谅 一块大大的红度挡住了基隆的视线 他好奇地把鱼皮扯下 没想到里面竟然关着一条漂亮的鱼 大人你在里面吗 我们差不多清理好了大部分现场 你小声点 大人那是一条鱼 不准确的来说是条美人鱼 我听说巴顿大公喜欢收藏奇珍艺 没想到他竟然抓到了传说中的美人鱼 大人收藏本身没有问题 可传说记载要是伤害了美人鱼 那就会被他杀死 也许巴顿大公的死因和这个有关系 你说错了他之所以会死 是因为谋划了一场叛乱 和这些鱼没有关系 梅露星好奇地注视着基隆 嘴里一压压地说出一些文字 基隆要把这里的一切都打包带走 只要是这片土地上的生物 就都是属于皇帝陛下的 可是大人 美人鱼也是属于陛下的吗 那是当然你去看看其他房间的情况 听到他们似乎要离开了 想美人鱼有些慌他左顾右盼地观察水缸 就在基隆他们讨论下一步的行动的时候 美人鱼身体撞向了水缸 基隆戏虐地看着他 尹恩则十分不解美人鱼的举动 说他是想要攻击他们可他这样做 明显先隔屁的是他自己 我不知道他想要做什么 但是我觉得他想去地狱见他的老主 基隆举起长剑靠近水缸 大人你是想要把他杀了吗 为什么不可以 陛下不是说要把城堡里的人全部除掉了 可是大人等等 基隆不顾手下的叫唤 执意拿剑披向水缸 一瞬间水缸破裂 美人鱼手紧紧抓住他的衣领 整个身体扑到他的怀里 人鱼四目相对 基隆盯着美人鱼的眼睛一时竟然失了神 抬起手轻轻抚摸他的眼睛 传说深海里住着世界上最美的人鱼 最喜欢符合男人的人 然而男人却在一次解决盼案 发现了传说中横在深海 本该把他一并除掉的男人 却因为一双灿烂的眼睛准备把他留下 美露西呆呆地盯着基隆 手不自在地在他的胸前晃动 基隆叫来布下一恩 你去把这条人鱼放进水缸里 然后打包一起带走 这样做应该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等他们离开基隆一个人站在房间陷入回忆 准确来说这是他第二次进入这里 然而第一次的印象就十分差 那时候巴顿大公收复了巴顿王国 将他一起合并成了现在的巴顿大公国 男人沉浮在大公面前 基隆一脸无神地看着这一切的发生 而曾经的师父巴顿大公却满脸神气 他屈辱地让他好好看着 基隆一把将桌上那个男人引以为傲的雕像把碎 这该死的回忆总是让他烦躁 大人鱼给你带来了 您刚刚叫我把他放进水缸里了 是他有腿了是吗 试得水干了之后就变成了这样 没想到这鱼还会模仿人类 看来巴顿大公还是挺会收藏的 基隆抬起美露西的头 发现美人鱼的身上有不少的伤疤 心里有些不开心转头质问伊恩 他的身上留下这么多的伤痕 这就是你对待战利品的态度 伊恩我是叫你好好照顾他 大人您误会了美人鱼一开始就那样了 从水里拿出来的时候身上就到处是伤痕 也许是巴顿大公干的 传说美人鱼的眼泪会化作珍珠 我想巴顿大公为了得到珍珠 就通过皮鞭折磨美人鱼让他掉眼泪 要不然就无法解释 小人鱼你可以听到我说的话吗 你那个前主人是不是有这样的爱好 美露西身子一直抖的不停 可眼睛却比大海还清澈美丽 基隆一下又对他产生了怜悯之心 他还是挺喜欢小人鱼这双眼睛的 似乎感受到男人没有恶意 美露西张嘴一压压的学着讲话 伊恩见状赶紧催促基隆后退 他很是不解为什么大家伙一下戒备起来 那个大人抱歉 传说美人鱼的声音会蛊惑人的灵语 够了别再说什么传说 你之前就已经妨碍到我了 可大人我们还是谨慎一些比较好 我好了 一旁默不作声的美人鱼突然开口 伊恩他们本想上前动手 可还是被基隆阻止了 好饿 我饿了 美露西小心翼翼地抓住他的衣服 他竟然在说自己饿了 男人在战场上救下被囚禁的美人鱼 打风驯服当作宠物圈养起来 可离开水的美人鱼却出现脱水 一二八击地仿佛下一秒就要隔屁 情急之下男人体肢半重碎 本很颇想他 没想到小人鱼立即就恢复了好看的脸色 我饿了我要饲料 美露西抓着基隆的裤腿 猛猛的请求 伊恩你听到了吗 这条鱼竟然开口说话了 这可太有意思了 看来我们这次的战利品十分有趣了 伊恩你就一点都不好奇 我们把他带回帝国会发生什么吗 就这样按基隆的要求 带着美人鱼塔上翻船 船马上就要进入密封海域 基隆赶紧指挥升起后面的船帆 伊恩悠哉游哉地晃了过来 大人这趟旅程还真是漫长 我们不仅制服了西部的游牧民族 还成功剿灭了巴顿大公国的盘乱 时隔半年马上就要回到特里斯顿了 伊恩你有话就快说 不要再扯一些有的没的 好的大人 就是那个人鱼 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博斯海 你看我们要不要在那里把他放 况且陛下不是下令 不要留下巴顿大公国的任何人吗 可那不是人只是一条鱼 我想把它留下来当作宠物 什么宠物 说到这个我的那条鱼现在在做什么 伊恩带着基隆来到人鱼面前 此时的美露星躲在角落里 身体一直瑟瑟地颤抖 他这是怎么了 可能是太闷了 他不停地在撕扯衣服 可是他的脸色也很难看 离开巴顿大公国之前 我不是叫你为他吃点东西的吗 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把城堡里剩下的鱼都给他了 那是在人鱼房间发现的装满生鱼的桶 我猜那就是他的口粮 所以就给他吃了 不过想想吃生鱼也很正常 人鱼不可能像人类一样 喝汤吃油炸食品 基隆走到美露星面前 你就这样别乱动 他把手指伸进人鱼的嘴里 嘴部的温度很正常 可看他的脸色就像快要断气了一样 这也太奇怪了 大人这要怎么办 要不我们还是把他放回深海吧 他应该是要水 站着干嘛你还不去拿水 可是他渴了我们有准备水给他喝 但是我们即使放在他面前他也不喝 基隆夺过侍女手上的水瓶 伊恩他是人鱼 你难道不知道他们有比可还更需要的东西吗 说吧他便把水瓶的水 往美露星全身脱下 神奇的是刚刚眼眼一息的人鱼 马上就恢复了生气 呆蒙里眨巴着眼珠望着基隆 怎么样 你感觉好点了吗 美露星羞羞的抬起 嘴里一边说着听不懂的单词 伊恩打电话给三叔过来看看 好了再来通知我 说完他就要离开房间 美露星有点慌 他匍匐在地上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扯出他的褲 你要干什么 我可不想收养这么柔弱的主 美露星爬上他的身体 捧着他的脸蛋 用着不知道哪里学会的单词说话 你不要走 不要走 羞的便躲在了基隆身上 在大海的深处 隐藏着神秘的人鱼家族 他们在几天后会去寻找恋人 在最相爱的时候会杀掉伴侣 重新回到大海深 那时候的美露星不太理解 可同伴却告诉他遇见对的那个人就明白 那天美露星透过鱼缸看到英俊的基隆 他想他会是自己记忆里那个对的人 但还是没能理解 他听从母亲的教导找到爱人就会生下漂亮的宝宝 不幸的是第一次出海就被邪恶的人类抓捕了 那段记忆十分痛苦 美露星从梦里惊醒过来 没想到却发现自己安然无恙地躺在水缸里 他激动地捧起属于大海的味道 终于再次见到熟悉的家园 我想我会重获新生 基隆默默地在一旁观察着小人鱼 惊讶他竟然重新长出了尾巴 美露星也忽然到了他 他欢快地游到浴缸的边上 激动想要询问男人是不是一直在帮忙为自己找水 他很感谢他为自己做的一切 可是不知道如何使用舌头脚划 小人鱼你现在好点事吗 那就不枉费我叫伊恩辛苦在海里取水了 基隆温柔地用手指触碰他的额头 小人鱼乖乖的 你能听懂我说的话是吗 传说如果伤害了美人鱼就会被他们杀死 那是流传已久的死亡诅咒 可看着小人鱼呆萌的样子 可能连诅咒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小白菜 美露星望着水里的倒影 像着小孩子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开心的玩水 基隆试探地掏出腰上的笔手 慢慢地靠近小人鱼的吻 这么突然地举动美露星慌慌的 用着无辜的小表情看向基隆 憋了半天试探性地伸手抓住了那个笔手 为你以为那个是什么 基隆对着天真的小人鱼整如雨 美露星却因为抓住他手里的东西感到异常的开心 看着那样美丽的笑容 基隆又想起了父亲给自己讲着关于人鱼的传说 人鱼这类生物特别漂亮 但是他们最擅长用歌声迷惑人类 为他们制造虚假幻想那样足够让人发疯 就像我现在的状态 就在基隆走神的时候 小人鱼把笔手的刀削扯开 看着锋利的兴起玩意 美露星露出了呆萌的眼神 基隆有些恼火 他这词汇量比鹦鹉还少得可 基隆没趣地离开了房间 美露星不想他离开 心想估计是因为自己语言不通他才不开心 于是他决定好好学会说话 在海域里行驶了那么多天 基隆一群人终于到达了帝国 身后拖着一个密松的大箱子 士兵们好奇地询问伊恩那是谁 上级命令不允许泄露伊恩没有说话 可是还有一件事让人很不开心 这些迎接的百姓看起来很是害怕 就像我们是来征服他们的而不是党的胜仗 传言说无论谁与大人的眼睛对视久都化为灰烬 那还得感谢先皇让大人有了帝国死神之称 但是这些都是谣言 人们很快就会淡忘这些的 一切都会往好的方向发展 外面热闹的动静同样吸引了美露星 他偷偷地在幕布之下的水缸冒出了脑袋 拥有绝世容颜的美人小姐 为了见到命病的恋人 不惜离开大海来到人类世界 他咿咿呀呀地学着人类语言 只为了和男人说上一句话 然而再次见面他却被女仆认为是灯兔子 安妮正准备去厨房却被其他女仆叫住 他们露出嘲笑的姿态 你这个时间去厨房 看来是为那位去准备食物吧 你也是辛苦每天都要给他准备食物 安妮笑了笑表示自己没有那么累 然而他们却不太相信 反而变本加厉地继续说道 好了我们都知道的 这些天员工们都在讨论 大公带回来的恋人是条人鱼 传说美人鱼用歌声就可以把人给杀死 不准确来说是听到他们的声音就会隔屁 安妮这是真的吗 安妮真是对这些人无鱼死了 竟然问出这样愚蠢的话 如果听到美人鱼的声音就会死了 那自己早就已经不在了好吗 安妮敲了声门就抱着一桶食物走进了房间 小姐我是安妮 很抱歉让你久等了 美露心看到安开心坏了 尝试着开口对她打招呼 安妮好 小姐不是安是安妮 安 好吧安就安吧 安妮很无奈 不管教了小姐多少遍 她总是叫错自己的名字 每天也都是待在水里吃生的食物 小姐给你 看你之前吃乌贼很享受的样子 我就给你准备了这个 美露心拿起乌贼心里甜的帽跑 谢谢你安 安妮听到这次回得这么正确 激动合起双手为她开心 然而这时的大门突然开启了一条缝隙 美露心紧张地望着 安妮看出了她的期待 小姐你是在等什么人吗 等吗 是的等待 就是问你有没有想要见的人 这样想想看您来的第一个月 伊恩伯爵经常给您送食物和水 所以小姐您是在等伊恩伯爵吗 美露心脑海浮现激龙的背影 误以为她就是伊恩 羞羞地低头承认了 安妮惊讶地看着她 哎呀小姐您脸红了呢 不过小姐您喜欢她什么 是英俊的脸蛋还是光荣的身份 美露心不太理解安妮的话 只是害羞告诉她自己喜欢伊恩 安妮就不明白了 伊恩已经好久没来看望她了 为什么还要喜欢她 好吧您请转过身去 我要帮你砸头发 说实话美露心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像姐姐说的那样 遇见激龙的那天 她就认定了她会是自己的爱人 只要可以看到她 无论多久她都愿意 毕竟她为了等待命定之人 她已经等了不知道多久了 而现在这点又算得了什么 小姐头发已经好了 你再等我一下 我去给你准备一些其他东西 美露心把嘴放进水里 无聊地吐起泡泡 姐姐告诉她 命定之人的出现需要等待 这时大门响起打开的声音 美露心以为安妮回来了 开心地叫唤安妮的名字 然而却看见了生气的激龙 你在等谁 你这样子看起来很好笑 又是哑巴尾巴也不见了 美露心抬起自己的腿 结结巴巴地说着这里这里 激龙听懂了她的话 手放在她的腿上 其实她不说美露心还没注意到 自从来到这里 她的尾巴就没有出现过 不过她大概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这里的水和大海里的不一样 美露心捧起水给激龙看 嘴里碎碎念水 激龙满脸疑惑 完全不知道她在讲什么 眼看她听不懂美露心急了 伊恩是谁 什么你叫我伊恩 激龙还没来得及发火 突然就被安妮用力推开 安妮把美露心附在身边 大声质问男人是谁 为什么这么大胆 出现在一个女士的房间 强硬的命令她赶紧离开 激龙觉得好笑 你让我出去 你确定你是在跟我说话 人与小姐被当成宠物圈养姐 饿了就吃生 由于冲击 不愧狡猾就和女婆练习对话 然而就在安妮离开的一瞬 死神大公激龙来到了房间 美露心期待地叫出了她的名字 却不想直接惹怒了男人 你确定你要命令我离开这里 我很确定你这个疯子 美露心见情况不对 立马提醒安妮 安妮这才反映过来 眼前之人是大公 激龙十分不悦 她自己都不知道 什么时候自己府上 出了什么新的规定 主人见自己的财产 还要别人同意 大人我很抱歉 我是新来这里工作的 没有认出您真的很抱歉 我真的该死 安妮颤抖着身子跪在地上 但这却不能消除激龙心中的怒 她取出腰上的利刃 一步一步走进安妮 我知道你工作得非常不错 可就怪你连自己的主人都不知道 美露心惊恐地注视着 在男人坎下的一瞬冲了上去 一步 美露心知道她拿出的东西会伤害人 她不喜欢他这样做 谢谢 这种时候你不应该说谢谢的 你需要祈求我 美露心疑惑地说出请求 这让激龙出乎意料 看来你已经学会了食物能量等基本词贵 原来你不是哑巴呀 就连身上都长肉了呢 激龙把她从地上拉到自己怀里 哈哈 你现在都知道跳到我的怀里了 做得很好我的小人鱼 可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你阻止了我的剑 那我就要把那个女傅杀了 听美露心不太理解她的海面 但是安妮却已经吓出了眼泪 跪在地上绝望地请求饶了自己 激龙没有理会她想到了一个孙子 你试着说出饶了她 只要你用自己的话说我就会饶了她 跟我学我请求您饶了她 美露心听懂了她的意思 鼓起勇气说出了那句话 请饶了她 激龙刚想表扬她很乖 可却被伊恩这个名字打住 她烦躁地推开美露心 我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 既然她说出了那句话我放你一条面 但是你今后要教她说得更好 我不想自己的人还不知道主人的名字 希望之后不要再从她的嘴里听到伊恩这个名字 伊恩不知道哪里得到消息 立马来到了激龙面前 大人我听说你去见那条鱼了 你消息倒是快 大人那个女仆也是对你很粗鲁吗 是我施则没有管教好她 那条鱼今天求我饶了她 这是不是很奇怪 我放了那个女仆 正常来说那种为了生存而屈辱求饶的人 我一定不会心思收乱 奇怪的是我第一次见到那条鱼就感觉不一样了 激龙拿起手里的药水喝下 伊恩你没有什么事就出去吧 大人我看您最近喝药越来越频繁 我担心喝多了会损害您的身体 虽然这个容易上瘾 可总比我连续四天不睡觉好 伊恩我不想的话说两遍 好的大人 其实激龙也不想这 可只要一闭上眼睛 他脑海里就会出现那些囚牢的话 他早就受够了这样的黑夜 男人亲手拿下老师的头颅 只为正式成为一名皇室成员 然而这段记忆却成了他不尽的噩梦 每到黑夜脑海里全是血淋淋的话 可无意圈养的小人鱼却带来了新的生计 自从安妮成为美露星的贴身侍女后 她每天都学习人类的语言和行为 小姐这边 美露星扶着墙壁小心翼翼地走起步子 只要她快坚持不住 安妮就会在一旁加油打起 于是出乎意料美露星比起昨天又有了进步 安妮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试着走出去吗 我真的好激动 什么小姐你是想多练习一下吗 真是让人欣慰啊 我不禁想起了我的弟弟妹妹 我有一个大家族 我是大姐家里还有三个弟弟妹妹 因为很穷父母都出去工作 而我则承担了照顾他们的重担 那时候我为他们换尿不识 看着他们学会走路 虽然我说的话他们都不听 有点让人伤心 可是他们是我的家人 我很爱他们 要是您上次没有阻止大人 我可能再也见不到她 小姐真的很担心 我只是希望多待一天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个红衣女子和女仆们在门口发生争吵 安妮小心地领着美露星藏在角落偷听 女士很抱歉我没有我们自己的命名 大人吩咐一早醒来就把您送走 那个是守行女扑长 看来喧闹的女士就是昨天被大人邀请的人 安妮什么是邀请 意思就是那个女的和大人在一起顾了一夜 过夜美露星曾经听说过的单词 美人与姐姐说要是和自己的命定之人 度过一夜就可以生下宝宝 传闻大人总是会把邀请的妇女 在第二天清晨送走 至今还没有人打过规矩 看来这个消息是真的 小姐皇宫这么大我们去别的地方逛 安妮你等一下 安妮兴高采烈地拉着她往其他地方走 还真是有点可惜 他还想问问那个女人和大人过夜是什么感觉 在遥远的记忆里 老师被皇兄以叛徒的名义抓了起来 他命令自己亲手杀了自己的恩师 可基隆拿起剑颤颤巍巍就是下不了手 皇兄果然大怒 要是不杀掉他那被杀的就是他自己 基隆不可知信那可是自己的老师 他怎么下得了手 基隆你记住从此刻起他不再是你的老师 他是卖国贼 他差点把情报泄露伤害整个国家 顾皇兄这些消息不是真的 我求您放过他皇帝陛下 基隆哀求自己的皇帝哥哥 不仅没有得到回应法 而被他平衡甩了一巴掌 基隆你这样是不配成为皇室子弟的 我现在以皇帝的身份命令 你杀了他或者杀了自己 这是唯一你可以向我证明你的心意的事 不然你别无选择 可是这不是真的 老师您怎么可能是叛徒呢 你那么认真的教育我 你怎么会随便致我们的人名于不够呢 老师麻木的跪坐在地上没有一丝回的 基隆急了 您快点否认这样我就可以尽我所能帮助您 殿下不要再反抗 您还是听从皇帝陛下的命令吧 继续坐下去 探图总将会受到承受 殿下您要记住剑是统治者的手掌 他可以帮助您更好建立与权臣的关系 那不只是单单的象征杀戮与伤害 学会剑术可以更好地保护好子民 殿下您要活下去 无奈之下基隆杀了老师 那是一段糟糕的记忆 基隆烦躁地从垫子上坐了起来 小姐您等等 您得先穿上鞋子再奔跑 窗户外面传来小人与甜甜的笑声 这让基隆心情平复了不少 男人把柔弱的女孩压在身上 信徒虔诚地亲吻她的脚丫 不可反抗的命令为自己唱一首歌 无尽的夜晚都是不眠之夜 基隆已经受够了这样的黑暗 他合同装买到的瓶子把 那个药品彻底对失眠无用了 这些年无论基隆吃什么药都没有效果 但又不想认命女黑暗共生 他讨厌死了 这时脑海里响起白天小人鱼的笑声 似乎他的声音可以缓解 史料记载美人鱼是一种十分漂亮的生物 千万不可以被他们的外表迷惑 不然就会被他们的歌声偷走灵魂 既然声音厉害到可以偷走灵魂 基隆怀疑这对自己的失眠有一定的帮助 毕竟现在没有任何选择的机会 天啊殿下这到底发生了什么 看着房间里一片狼藉 伊恩特别担忧基隆的状态 伊恩你来的正是时候 你立刻去把美人鱼叫过来 美露星摇摇晃晃地扶着士兵的手 可刚会走一点路的他完全跟不上 摇摇晃晃地差点摔倒 发生什么了 可以等等吗 士兵被他说得脸红急 转开脸 不好意思我们没有时间了 殿下着急传唤要见你 美露星不太明白只能听从士兵吧 等他们到达门口的时候 士兵却告诉他剩下的路需要他自己过去 进入房间穿过客厅右拐就能到达 你花了很长时间吗 基隆一眼就看到了扶着各种家具前进的美露星 居然是基隆 美露星很是开心 你已经学会走路了吗 走路是的 我练习了很多走路 基隆走到床边坐下 既然这样你继续吧 试着走到我身边 因为他的一句话美露星开始认真起来 他小心翼翼地踏出小肤子 身子不太稳定他差点摔倒 基隆觉得他这样子特别肯 好笑地一直盯着他的一举一步 你这是打算做什么 继续过来 美露星也不老了 起步步地站起来 接着迈出一步又一步 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 他终于走到了基隆面前 他开心地像个孩子 大声地向基隆分享自己的喜悦 我成功了 基隆手快地把他拉往床边 他的操作直接把美露星看待了 脸蛋红红地像个花痴的少女 基隆又重新问了一遍 是不是走了很多路 没有我很好 一只脚被束缚住的美露星 难为情地恢复 很好 既然这样你唱首歌给我听吧 怕小人鱼听不懂 他重复地继续说 就在这里为我唱首歌 男人扶上小人鱼的领带 毫不犹豫地吻了上去 他就要看看人鱼 是否真的能诱人致死 结果传说是假的 他没死 他反手凶猛地 扼住小人鱼的脖狗 基隆把美露星压在身下 美露星眨巴着无辜的大眼睛 眼神呆呆的 我叫你唱歌 为什么傻愣着 基隆把手指头伸进他的嘴巴 里面长了牙一切正常 难道你不知道唱歌是什么吗 到底是没有学习过 还是因为人鱼的歌声会带来诅咒 害怕出事所以不敢教你 那个侍女虽然口头答应得尽全力是否 可到底是和其他人言 内心认为人鱼是来自深海的怪物 他一定会伤害人类 还真是好笑呢 那些人只敢把你关在鱼当里 凡尔赛 基隆说出凡尔赛小人鱼就有了反应 你听得懂这个事吗 凡尔赛是人鱼的语言 也是催眠曲的意思 看来人鱼会说古语的传言是真的 很好既然你知道 那就唱催眠曲给我听吧 基隆的手一直在小人鱼脸上刮了 美露星害羞的心脏扑通扑通不受控制 你愣着干什么 快点唱 美露星犹犹豫豫地直到基隆把手放在他的嘴巴上 他才张嘴轻声哼唱 歌声灵动悦耳不像是歌曲 反而像是传说中的咒术 可以唤醒很久以前的记忆 那时的基隆很喜欢在海边看 一坐就是一整天 虽然名义上是盯着大海一直看 其实他真正想要的是坠入海底 然后就那样无所顾忌地死去 小人鱼的歌声就像是新的动物 唤醒大海里的自己重新活下去 基隆大概明白为什么自己不回答 但果然传说永远不可惜 可他却真的想要看见小人鱼伸展引诱人去死 所以他毫不犹豫捧起小人鱼的脑袋吻了上去 这可把美露心害羞死 疑惑的眼神看着男人 这是什么 继续唱你的歌 我没让你停下你就继续 等再一次醒来便是第二天了 美露心先从床上坐起 眼神呆呆地打亮着房间周围 直到看到基隆他才想起昨天他睡在了这里 未经人士的小人鱼不清楚昨天的亲吻意味着什么 只是感觉痒痒的心跳快快的 他把这种怪异的好感认为是遇到爱人的表现 无聊的他伸手触碰基隆的嘴巴 没想却立马把人给惊醒了 基隆下意识地认为是偷袭 下手狠辣地扼住小人鱼的脖子 男人患有重度失眠 一到夜里就会噩梦连连 他抓来训养的宠物人鱼唱吹眠曲 没想到一夜好梦 看来人鱼真的可以捕惑人的灵魂 睡梦中被小人鱼偷袭 基隆以为自己还在噩梦中 习惯做出的反击差点要了小人鱼的命 美露心难受地发出痛苦的凹角 你放开我 好在叫声唤醒了男人 基隆意识到自己视力自灵地松开手 他惊讶地看向窗户外面 天竟然亮了 我没有做梦 小人鱼诧异地看向他 你用催眠曲拯救了我的灵魂 如果这是真的 你还真是挺有用的 从今以后你就叫西娅吧 安妮看见人鱼小姐回来激动奔向他 慌张地黄顾查看他有没有受伤 确认没事后催促他去洗澡 美露心偏向屁股上的蝴蝶姐 她竟然还是昨天的样子 安妮察觉到不对悄悄地询问 小姐您昨晚和大公殿下没有发生什么吧 昨晚的是吗 想到昨晚羞羞的感觉 小人鱼就学着在安妮脸颊旁拖了一下 安妮被这突如其来的亲吻整不会了 羞愤地告诉美露心不可以这样 小人鱼乖乖地点点头 昨晚就是这样 天啊小姐你是说你昨晚和殿下亲亲了 亲亲 哎呀就是嘴对嘴 小姐记住以后绝对不要和其他人做这个 你刚刚的行为叫做亲亲 这个非常重要和特别 只能和相互喜欢的人才可以做我 和自己喜欢的人 那基隆也把我当成喜欢的人了 所以才给我取名字 梅洛西亚 小人鱼轻声地叫出了自己名字 安妮我的名字是西亚 好开心我有名字了 也有了相爱的伴侣 听到殿下说自己昨晚睡着了 伊恩惊讶地把手里的岛剑掉在了地上 殿下我没听错吧 您昨晚真的睡着了 对而且睡得很沉 不是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我也不好说 毕竟先皇去世的五年里 我的失眠吃药都没有用 那是因为人鱼吗 如果真的是人鱼那今晚再召唤他过来 不是你这个时间过来就是问这个吗 我刚才问你海思纳侯爵最近在干什么 伊恩紧张地捡起地上掉落的稿件 不好意思我的疏忽 殿下海思纳侯爵在自己的封地增加了一倍的士兵 预计年末大概会扩增到三倍 皇宫或首都方面除了先皇曾经的亲信贵族 大多都开始搞起了小动作 几乎一死都是愿意和他一起 哦是吗 看来这件事比之前的商讨还要着急 我也这样认为 殿下要派人去侯爵那边吗 不必反正再过两个月就会见面 何必大费周章我们先进观其变 是的我知道怎么做了 伊恩一安伯爵那边你不介意吗 殿下你想说什么 伊恩你知道的 你真的不介意和我这样的人一起成为叛徒吗 小人鱼穿上华丽的礼裙 被荡堂宠物送到死神大宫面前 男人却觉得礼裙异常碍念 当场让小人鱼把衣服脱了 皇位之争一直以来都是十分凶险的 基隆其实并不希望伊恩跟着自己一起叛乱 伊恩很无奈说什么都十分坚定 殿下这是我自己的慎重选择 况且您只是我的副司令并不是我的主任 殿下的选择就是我的意思 我会一直追随您到最后 基隆扑字一笑很是满意 伊恩谢谢你 没什么事了你先出去吧 好的殿下您好好休息 不过等等 今晚将小人鱼继续叫过来 那条人鱼确实很有用处 天赋也是好极了 伊恩走后基隆便悠然地抽起了滑子 他开始好奇人鱼唱的曲子 要听多少遍才能永远安息 殿下让人鱼小姐过去 示威像昨天一样来接西娅 安妮呆愣一下才反应过来 她激动地和西娅说道 小姐你看我说的对吧 殿下今晚一定会传唤你的 幸好我提前给你弄了头发 我猜大公殿下一定会很喜欢 喜欢 小人鱼歪着头好奇地想那是什么 小姐路上小心 安妮激动地看着小姐被士兵带走 可能是大公对西娅的重视 士兵对她的照顾比上次慎重多了 安妮欣慰地看着这一切 人鱼小姐和大公殿下 共处一室好几夜 她至今还健康地留在宫中 这还是第一次 看来小姐对殿下一定是特别的 小人鱼打开大门 奇怪的是屋子很黑里面 什么都看不见 基隆你在哪里 西娅 基隆藏在身后一把抱住她 惩罚式地咬了咬她的脸颊 今天怎么这么晚 接着大手在小人鱼的腰部游走 看着爱事的衣服她停了下来 你今天又穿这么多 还真是费事 西娅都快休死了 她手放在腰上的时候 她感觉特别闷不是很舒服 基隆也察觉到了这一点 要我帮你吗 小人鱼红着脸乖乖地点头 基隆拽掉她脖子上的珍珠项链 头埋在小人鱼的脖子下 你身上的味道竟然不见了 那个侍女总是做一些不该做的事 沉默了一刻 她还是说出了那句话 西娅干脆把身上的衣服也脱了吧 脱衣服 小人鱼并不明白这是什么 基隆无可奈何嘴上 说着自己不想养废物 还是主动帮她把裙子脱下 束缚的裙子修得脱下 小人鱼眨巴着毛子脸红了起来 基隆布满了绝嘴 你不会现在还觉得害羞吧 不是我觉得好棒 现在全身好轻松谢谢你 因为这种小事开心 你还真的傻得可爱 如果你要是真的想感谢我的话 你就做你该做的事报答我吧 她把小人鱼腾空抱起放在膝盖上 西娅给我唱凡尔赛吧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进屋子的时候 小人鱼就醒了过来 最近每天她都和基隆待在一起 她心里很开心 但是没有得到和上次一样的亲吻 她有点可惜 她甜蜜蜜的虹膜沉睡的基隆 我们已经有了过夜 现在我就能生下长得像她的小人鱼 真的好幸福 希望能快点生下来 因为她的鼻子眼睛实在是漂亮 小人鱼虔诚诚地在基隆的额头上落下一闻 谁知这时男人却突然醒了过来 她羞羞地捂住自己的嘴巴 西娅没想到你竟然还会做这种事 还真让人心动呀 这是一条不爱穿鞋的美人鱼 喜欢光着脚追在男人后面 不吃煮熟的鱼却学着人类的样子 自从知道小人鱼的歌声可以治愈失眠 基隆便放在身边荡成宠物圈养起来 刚醒来就被小鱼偷亲 他还真的低估了这条鱼的胆子 他扣紧小人鱼的手决定给他一点惩罚 跌挡着脸 基隆俯身与他接吻 小人鱼闭着眼睛在他的嘴唇上磨蹭了几下 这样的吻基隆并不满足 还是我来教你如何接吻 听我的嘴巴放轻松 花园里的花开的正盛 小人鱼穿着好看的裙子 迫不及待来到了花丛 安妮急得在后面呼叫 小姐您又忘记穿鞋子了 我不要很闷的 西亚光着脚踩在了草地上 看见一片盛开的黄色小花 她开心地像条傻鱼 安妮花比上次开的还要好看 我记得这个安安告诉过我她的名字 这个叫小苍蓝 可是上面会动得又叫啥 基隆从远处便看见了小人鱼 西亚你今天来花园玩吗 她轻轻地伸出手指 蝴蝶就落在了她手上 这个会动得花叫什么名字 西亚这个不是花是蝴蝶 蝴蝶吗 对用你们的话讲叫普希克 看着飞向天空的蝴蝶小人鱼 不由地叫起了男人的名字 西野龙 名字没有读准记录 不满地弹了她的脑袋 我很开心你记住了我的名字 但是你的发音很糟糕 回去继续好好练习 我去叫你的侍女过来接你 玩够了你就回去待着 看着基隆转身要离开的样子 西亚心里不舍着急地跟在她后面 等等我 我们一起走 基隆对于这样年人的傻鱼很是无奈 既然是自己的人 那只有宠着 要不要跟着随便你自己 可以跟着她这可把西亚高兴坏了 完全不管安妮的叫唤 直接追着男人跑 基隆来到了训练场 那是男人出入的场地 安妮有些担心 小姐这里是士兵训练的地方 我们在这里不合适 要是殿下计较 我和你是会被赶出皇宫的 可小人鱼完全被新鲜事物迷了眼 对于安妮的话直接无视 安安妮看那边 那边是基隆耶 基隆骑着大黑马出现在士兵前面 说到大公安妮一脸欣慰 大公殿下真是非常了不起的任务 我的父亲也是特里斯顿城堡的士兵呢 他告诉我殿下是唯一一个 每天都亲自参与训练的司令官 好了今天的训练结束 基隆走了 小人鱼兴奋地追了上去 沉浸在回忆的安妮回头一看小姐又乱 她慌张地在后面呼叫 小姐您等一下 您不能一直跟着大公这样不合规矩 随便你 小姐你这是什么意思 无奈安妮又跟着西亚来到了餐厅 小人鱼眼里发光盯着大厅里的鸡笼 安妮害怕她又乱来 低声地在她耳边劝解 小姐这里真的不能进去 我们还是回自己的房间吧 被发现真的会被骂了 可是安这是为什么 殿下她正和伯爵吃饭 他们肯定在聊非常严肃的话题 饭嘛 那不是你可以吃的 说什么来什么 这时大门口出来一名侍卫 安妮以为出了事腿软地跪在地上道歉 对不起我们马上回去 不是这个 殿下说你们实在太吵了 别在外面待了直接进去就可以 此话一出小人鱼眼睛又充满了期待 身后的安妮却惊得说不出话 小人鱼学着人类的样子拿起刀叉 艰难地把盘子里的熟鱼切块 鱼肉没进嘴倒是索飞在了空中 一向暴躁的大功却扑斯大笑 安妮小声地劝解小人鱼离开 她实在害怕惊动主人 然而笑掉哑的是鸡笼竟然说他们太惩 让侍卫请人鱼小姐进到大厅吃饭 西娅喜欢追着鸡龙她开心极了 坐在餐桌上她笨桌地学着人类的样子用餐 鸡龙不把她当外人像往常一样和伊恩谈起正事 这次花费大概六千万佩礼 可我听说皇帝陛下买下了钻石矿山 殿下那个矿山根本没有宝石 不知道为什么要买 我怀疑是海思那侯爵吹的枕边风 你这样说那个老头也是很心急想要榨干果骨 小人鱼坑坑坑地倒过盘子里的熟鱼 动静太大伊恩忍不住偷秒 塞尔塔四宫什么时候完工 伊恩看着对面的小人鱼走不深 一下反应过来殿下在询问自己 他尴尬地转过视线继续说 今年初秋左右室内装饰整理好才能结束 本来想见国节的时候对外公布 但人员调动太大贵族颇有不满 好不容易从仙皇手中脱离他们激动也是应该 可对海思那侯爵来说却是好事 是的这次让好几个中立的家族倒向了我们 小人鱼一惊一乍地摆弄着盘子的食物 没想到鱼骨头竟然被他撩飞了几 鸡龙不由得好笑 我好不容易邀请你来吃饭 不可能让你饿着的 西娅我让是你拿你平时爱吃的东西过来吧 今天的不好吃吧 小人鱼带萌地摇了摇头 伊恩听到西娅口中的鸡叶龙尴尬地撇了撇子 这是你叫的殿下的名字 鸡龙不满地纠正小人鱼 做了前面的字要重音后面更轻一点 小人鱼歪着头试探地又读了一遍他的名字 看来还要加强练习 还有你要是觉得用叉子不方便就按你自己的方式吃 别傻坐着 西娅想起他那句随便你眨巴着毛子又开心了 他激动地拿起生鱼放进嘴里大口大 是 伊恩看着这一幕十分震惊 鸡龙不以为然 吃得那么香 西娅好吃吗 非常好吃谢谢你鸡龙 伊恩你继续说有多少人决定向我们倒戈 殿下这个 伊恩实在是震惊自己看到的 殿下竟然真的把人鱼当成宠物在训养 这几天无论鸡龙出现在哪里 小人鱼都像个小尾巴一样跟着 伊恩觉得很势不妥 可鸡龙却叫他不要管 小人鱼藏在门后面准备吓唬吓唬鸡龙 鸡龙觉得有趣至极 他竟然相信我发现不了他 这是不是很有趣 殿下这算有趣的范畴吗 驯服一个动物并观察他是很享受的事 那殿下之前也养过宠物吗 大概十多年前 有只狐狸特别黏他 连师傅都觉得很神奇 然而鸡龙却觉得小狐狸一直跟着狠狠 可到底是嘴上那样说 晚上还不是让他进屋一起睡 鸡龙很珍惜这只小狐狸为了不把他弄丢 他把小狐狸藏在床底下 千叮零万嘱咐小家伙不要出来 因为哥哥马上就要来这里围猎他 不想小狐狸被撞 可偏偏小狐狸在那天走了出来 尸体冷冷地躺在森林里 伊恩你知道吗 抓到动物后必须把他关在结实的笼子 安妮很无奈小姐的幼稚行为 然而小人鱼却玩得不一乐乎 晚上鸡龙盖着西亚来到附近的海边 这可把小人鱼高兴坏了 这么开心的话 你就走近点 那你呢 我在这里等你 我想要在海边确定一件事 小人鱼不太理解他慢慢地走进海里 小人鱼跳楼大 纤细的双脚马上就变成了鱼尾 男人嘶哄地叫着 可小人鱼却哭通潜入更深的海底 他眼神凶狠怒意达到了基点 鸡龙带着小人鱼来到海边 看到大海的西亚一场高兴 踏着步子就要畅游一番 鸡龙这次是有私心的 他想要试探小人鱼 是否会像当初的狐狸一样不听话 当初他嘱咐小狐狸不要出来活动 可是他高估了 小狐狸最终还是跑了出来 并擅自来到的森林 基隆发现他的时候已经奄奄一息 他不明白为什么小狐狸要出来 这时大哥狩猎的队伍 坑坑坑坑地赶了过来 如果就这样下去 小狐狸一定会被大哥抓住 到那时候小狐狸会死得很难看 基隆脑海里想到一个可怕的想法 干脆自己动手杀了小狐狸 西雅得到基隆的允许 便开心地扎进了海里 伊恩有些着急 殿下人鱼进海里了 你别管 我在试探他是否想要逃跑 小人鱼双脚泡入水中 便感受到了久违的幸福 双脚舒服地变成了鱼尾 这下小人鱼更加渴望钻入海里 他眼神通瞄向男人 基隆以为他真的要逃跑 声音嘶哑地叫他赶紧回来 可小人鱼完全没有意识到他的不开心 笑着说等自己一下 他确信男人会同意自己离大海近一点 扑同一生整个人便钻入了海影 基隆愤怒地看着这一切 他是真的没想到小人鱼竟然会如此地听话 发了风地冲进大海想要把他抓回来 就像当初侍卫说的 如果真的要养宠物就得给他取的名字 那样的话就不会弄丢了 可是现在小人鱼又不听话地逃跑 只靠名字根本抓不住任何人 或许一开始把狐狸套上锁链 他就不会受伤 也不会被人抓住 以至于被人抢走 在海里游了一圈的西亚马上游了回来 谁知刚上岸就被基隆狠狠抓住 他扯在自己怀里凶狠地吻了上去 动作太大小人鱼难受地挣扎 然而这时基隆却突然用匕首抵住了他的脖子 你就这么怀念大海吧 甚至想就这样离我而去 不是的 我不走 我只是去玩了一下 没有要离开的想法 可是我凭什么相信你 果然我就不该给你解开镣铐 被刺激的基隆完全听不见任何好话 小人鱼战战兢兢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是现在的基隆很奇怪 他也很害怕 看你乖巧就放松警惕是我的书 西亚你好好看一下大海 也许以后你再也看不到了 说完基隆发了疯似地把小人鱼往礁石垫带 伊恩气喘吁吁地跟了上去 殿下现在这是要干什么 全都回城堡里去 我今天不回宫会住在附近的哨所 你去告诉下面的人 基隆一路死死地扼住小人鱼的手腕 这让他感到很不适 他反抗地叫男人放手 谁知他竟然把小人鱼丢弃在床上 基隆扯了扯一领 阴沉着脸一步一步向小人鱼靠近 想到接下来要发生的事 西亚脸蛋碰的一下刷火 美人鱼只是在大海简单地玩了会事 就引起了男人的疯狂抱负 不顾小人鱼的挣扎 重重地把他甩在床上 用从未尝试的方法折磨了他一整夜 基隆把小人鱼压在身下 大床不堪地发出枝哑的声音 西亚我该拿你怎么办 给你戴上项圈很快就会减开 如果真的把你关起来又会哄不去 他用手轻轻抚摸西亚的脸蛋 男人转变太快小人鱼下的一个激励 西亚给你起名字的人是我 所以你必须听我的 听你的 小人鱼似懂非懂地学着开口 说你会服从于我 说你是我的你只看着我 只愿意跟着我 我是你的 小人鱼听话地说了一句 基隆不是很满意 手指按在他的嘴巴让他继续伸 我是你的 哈哈哈哈 基隆强迫地抬起小人鱼的下巴 以后不准再自作主张了 说罢他便失态地 稳住了小人鱼的嘴 亲吻的时间太久 西亚快呼吸不过来 他反抗地别开脸 不料男人的手又开始往下 基隆这样不行 小人鱼虽然不是很懂男女之间的欢愉 可他清楚基隆现在的行为 和上次是不一样的 如果继续下去 真的会生下人鱼宝宝的 基隆把他抱坐在自己身上 小人鱼迷糊地小声询问 基隆不是已经结束了吗 什么结束 西亚我们的夜晚还长着呢 等到小人鱼再次醒来 已经是两天以后 安妮紧张地在床边候着 小姐你终于醒了 你已经连续两天都没有醒了 你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 身体还好吗 无无安安我没事 不过我这是在哪里 小姐这是你的房间 小人鱼环巫四周 没有发现男人的声音 基隆去哪里了 大公殿下不在这里 他出去迎接客人吗 安妮结结巴巴地说着 似乎想要隐藏着 客人吗 是的那个海思纳侯爵的恋爱 他是大公殿下的未婚妻 所以安安妮的意思 是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 是的只能和一个人结婚 结婚不一样 大公殿下现在还没有结婚 可以有这样的行为 他是皇家的直系血童 想和谁都可以 我不懂安安 为了更多后代 和更多的人过夜不是好事吗 哎呀小姐 你可千万不可以这样说 这个小姐我今天下午不在 是女长让小侍女们跑步 我得去一趟集市 集市就是在城堡外 有很多人买卖东西的地方 特别是现在正好是秋收感恩节 卖很多神奇的东西和表演 西娅一想到这些整个人 就激动的不行 安安我也要去 不行您今天必须待在房间休息 小人鱼眨巴着毛子 可怜兮兮的卖毛 安安求求你了 安妮实在没想到她会来这招 最终她还是把小人鱼 一起带出了门 安妮说把她带出来真的好 小人鱼看着从未见过的人群 趴在车窗上激动的 像个快乐的孩子 没事的已经得到了 卢国爵的虚可 反正我们也是因为 她才能坐上马车 应该感谢人鱼小姐的 安那个头顶上 有红色的海草的是什么 小姐你说的是鸡 上面那个有毛的又是什么 那是鸟类 那个发光的章鱼类 那是光头小姐你别说了 快回到马车 到达目的地后 安妮决定兵分两路 西雅留在原地等着 他们则去店铺看看 走之前他们不放心地 让跟随的侍卫仔细看着 然而刚点头答应的小人鱼 便一个人在街道上晃悠起 这里全都是西雅在城堡里 不曾见过的东西 真的太神奇了 路上趴着长满周纹的老人 走过的人认为她是疯子 然而小人鱼却像找到了亲人一样 从人群中挤到她身边 不仅耐心地了解情况 还给她愚痴 小人鱼要求着安妮把她带去集市 没想到出来的 她像打开了探索的阀门 不仅把鸡妈妈红色的机关 说成还走 就连大叔蹭亮的光头也不放过 说那是发光的章鱼 安妮可紧张坏了 下车后千叮零万嘱咐 小人鱼不要乱跑 结果刚和他们分开 她就挤进了人群 街道上的东西琳琅满目 西雅不由的感叹 真的太神奇了 然而这时空中 传来了熟悉的声音 那是人鱼家族特有的歌声 附近有同类 小姐你不能一个人乱走 那个等一下 刚刚那个是同胞的声音 西雅必须去见一面 于是她不顾示威地阻挠 快速地从街头来到了街尾 等她挤出人群的时候 刚好看见了地上的老人 她可怜兮兮地扯住 陌生人的裙子说自己要死 又是这个老太婆 大家别靠近她 她身上的病会传染 看周围人的态度 老人出现在这已经不是第一次 西雅慌张地上前 那个你发生什么事了吗 身上很痛吗 老太婆听着声音抬头看去 似乎也发现了西雅的身份 激动地拥了上去 你是说不是生病 而是肚子饿了吗 肚子很饿 非常饿感觉要死了 你是我的同胞对吧 求你帮帮我 西雅腼腆地点了点头 接着快速来到卖鱼的摊位 侍卫在后面追了上去 小姐你这样会出大事的快回马车 可是我要这个给同胞 她肚子饿了 什么同胞 小姐你为什么突然要你 还没打探清楚 就见西雅拿着鱼打腿跑 这时为中央驶来一辆马车 因为有人司机被迫停下 气恼得骂骂咧咧 哪里来的疯女人 还不给我让开 旁边的群众为小人鱼捏了一把汗 是为拼命地叫唤她 然而西雅还是勇敢地站了出来 等一下她只是饿了 必须让她吃完 你知道我是谁吗 男人暴躁地伸手 要对小人鱼动用武力 手拿开 这是一道雄厚的男鹰响起 男人想骂娘 可到底是被激龙的声音震慑住 没有听到我的话吗 把你的手拿开 原来是大公殿下 实在是对不起 西雅见到鸡龙脸蛋就不由自主地掌握 她激动地飞奔抱紧她 鸡叶龙我好想你 非常非常想你 鸡龙表情善善地别开脸 这时她身后的马车下来一个贵族女子 殿下果真是你啊 从第一次见面美人鱼就爱上了男人 并且就在昨晚她与她完成了出拥 可男人却突然变脸 当着无婚气的面说她是主 小人鱼正然地看着他们离开 心口闷闷的她竟然生了心痛的感觉 鸡龙从马车下救下小人鱼 西雅高兴坏了激动地奔去与她拥抱 我好想你鸡龙 被抱着的鸡龙没有说话别扭地别开你 这样的她让小人鱼等着奇怪 这是刚刚的那辆马车上下来一名贵族女子 原来是殿下 鸡龙把小人鱼推开到一边 大步地上前去迎接贵族女子 海思那小姐你好 殿下您好许久未见却发生这种事情真是羞愧 你也别这样说我也有责任 哈哈 帝国的英雄果真不同反响 听说您最近又立大功了 我听闻你要去拜访侯爵 是我太着急了吗 我就是很好奇 所以想快点来看看你 小人鱼躲着鸡龙身后探出脑袋盯着你能看 鸡龙眼神冷冷地掠过身后的西雅 我觉得反正这里很快就是我的家 但是不会表现得太势利吧 不会 既然这样的话那就一起走吧 殿下乐意至极 贵族女人不悦地偷瞄了西雅一眼 微笑地把手搭在鸡龙手臂上 大公殿下我很荣幸 但是这位小姐是 可以麻烦你介绍一下吗 西雅期待看着鸡龙想要看看她会怎么回答 然而却被不需要三个字狠狠大脸 如你所见我养的东西总是人麻烦 确实越是漂亮的动物越难养 鸡野龙看着远远离去的男人小人鱼慌张地叫住她 西雅老实呆着 鸡龙冷冷甩下这句话便走 小人鱼傻乎地盯着 鸡龙今天的表情真的很奇怪 但是她不知道那是什么 她抚摸着胸口那里是心痛的声音 这时身后的老太婆突然松响 温温地呆坐在床上 今天的天气超级好 小姐你今天也一直呆在房间吗 是的 安安今天她也没来吗 我不是说了吗 大公殿下最近很忙 等她处理完工作很快就会来找你的 但是安安我可以自己去找她吗 或者去集市能不能看到她 这话把安妮吓了一听 她惊慌的摆手小姐是不行的 你乖乖等大公很快就会回来 你要是觉得闷就出去散步吧 花园里心中了非常漂亮的玫瑰 这样你看到了心情说不定就变好了 小人鱼试着来到花园 看着开着灿烂的玫瑰 她心情没有变好 反而更加思念起了基隆 上一次在花园还是和基隆一起 未可以嚷嚷吗 西雅听着声音抬头看去 竟然是那天的神秘女人 她刚傲地拿着扇子看向小人鱼 哎呀这样看还是我认识的人 你还记得我吧 小人鱼来到花园散步 却不想再次与情敌碰面 她呆萌地介绍自己相互认识 谁知女子竟突然对她比喻相待 直接点名自己是大公唯一的妻子 埃斯特抬头看向西雅 一眼就认出了 她是那天躲在大公身后的女子 她笑脸相迎 再次见到你很高兴 你叫什么名字 殿下好像叫鬼 我叫西雅 西雅真是独特又好听的名字 西雅小姐不介意的话 我们一起散步吧 上次环境太吵 没能向你正式自我介绍 所以西雅小姐你是哪个家族的 或是说来自哪个国家的 小人鱼听得一愣一愣的 那些话她都没有听说过 她不太理解 埃斯特走在前面嘟囔着 是莱蒙德王国还是麦基兰 小人鱼倒是听懂了这句 单纯的回应不是那些 自己来自凡尔赛 听到这样的回答 海斯纳先是愣了一下 据她所知凡尔赛是个没有海的国家 传闻只有几个人鱼居住的小岛 所以你的意思是 你是传说中的人鱼 对 西雅开心的回应 然而却遭到了埃斯特女仆的呵斥 她认为西雅说的完全是编造的谎言 埃斯特倒是没有表现得很激动 她眼神瞥向西雅赤裸的双脚 结合之前大公殿下介绍 她是自己养的动物 反而觉得西雅说的是真的 顿时一扫前面的忧虑终于放下心来 既然西雅是一条毫无身份的小人鱼 埃斯特也不再忌惮她 动作大的直接野蛮地挑起西雅的下巴 她从未养过动物 我之前还担心在这 现在想想是人鱼的话也是能理解 就像谁都想要拥有贵重的物品 没想到殿下还有这么人情味的意味 能发现她不同的样子 我反而很开心 埃斯特心情愉悦地大步向前走开 小人鱼好奇地询问她的名字 我叫埃斯特海斯娜 是海斯娜侯爵的女儿 也是基叶龙大公殿下的未婚妻 这是你最后一次冒犯我的西雅小姐 未婚妻这三个字 小人鱼一点都不理解 她继续追问你是不是和基龙过了烟 埃斯特身心一顿 认为西雅这话是挑衅自己 她眼神凶狠彻底暴躁起来 西雅太过放肆就没有意思 你问这个你以为被殿下看上就很自豪吗 还是说成为了殿下的女人世界就不一样 不要说这么快就有孩子 女仆在一边看着十分着急 傻乎乎的西雅搂住肚子没有看出她的敌意 天真的回答宝宝还没有但是很快 却不料遭到了埃特斯的更大嘲讽 一切都是痴心妄想 西雅你还真是可怜呀 你知道吗 你这样下去只有死路一点 你就不明白我为什么放任殿下的情妇不管了 帝国贵族拥有情妇根本不是什么大事 重要的是不能扰乱继承人的秩序 比起品性恶劣无辜的私生子会受到更大的屈辱 你觉得大公殿下会期待你的孩子出生吗 埃斯特惧惧珠心 西雅脸色越发凝重 城堡一是听海斯纳侯爵提前约见了基隆 殿下我听说你在城外遇见了埃斯特 他着急离开原来是来找殿下 你应该吓坏了吧 但是请您不要与他计较 我本不在意你不需要为他道歉 哈哈 殿下还是一如既往的冷静 所以呢 你在宴会之前单独找我应该有话要说吧 是的关于篡夺皇位的事 我想慎重询问殿下的意思 您考虑过什么时间比较合理吗 海斯纳侯爵完全不避讳自己叛乱的小子 基隆也不啰嗦直接点名要点反问 果然还是瞒不了殿下 今年冬天新皇宫就要完工了 在那个时候造反殿下不觉得很暗了